台股从明天开始联休4天 但是我们来看看 就在4天廉价之前 到底外资法人在做什么 市场的主力在做什么 今天大盘一路都在平盘之下 下跌了128点 收20337还是很厉害 因为拉回利手了5日均线 量跟昨天4000多亿比起来 今天回缩了 外资在今天放假之前 竟然买超有买转卖 现货卖了181亿元 期货的空单一口气 灌了1万多口 目前多单转空单 玉衡说外资到底现在是翻空 还打一个问号要看下礼拜 如果外资的空单下礼拜 还在持续地往上增加 那4月的行情才要开始担心 所以下礼拜一非常地重要 第二个是外资今天 虽然在现货卖 但是趁今天又在换股 建议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外资今天换股什么的逻辑 我们先来扫一下 今天买超最多的是 刚刚建议老师讲的 伪创大买了三万七千多张 达运 中钢 还有ETF 星云就设备股 东元 半导体 跟这一样是半导体逻辑 月光也是半导体 国产统一台湾高息动能 今天是外资买超前十名 很悬殊 伪创买最多 其他都只有几千多张 外资今天卖的 我们同时对比一下 来看到外资现在 葫芦里头卖什么药 外资今天卖超第一名的 也是高息的ETF 红海 长荣行 群创 跟大陆相关的ETF 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友达 星光金 统一金 一买一卖之间 外资今天的逻辑是什么 我想就是 涨多的就卖一趟 涨多 你说像红海 红海 像下一页里面 还有广达 下一页 卖超的第十一名广达 广达 所以涨多的他就在换股 他去买伪创 就刚才我前面讲的概念 他们就是轮带动 伪创他买第一名 基期比较低的他在那买方 那为什么去买达运 其实也没有很赚钱 就是低基期 最近面板股 瑞宜拉上去之后 很多的面板领主件就跟着 但是涨的领主件 他就是跌生反弹 有赚钱反弹一下 但是友达群创是卖的 所以气势上就不一样 所以他不是看好这个产业 就是因为他基期低 你看拉一根 但是真的外资还是假外资 这种股票会是 很真的外资去布局这种股票吗 可能只是强强短而已 所以我刚才画了一个 颈线不要破 破的话可能就不大对 所以整个看起来 回到这边 可能伪创 我们要存股的中钢机器低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很多爸爸妈妈都帮他们 要存中钢 可能为了雨伞吧 为了股东费赠品 能不能存等一下告诉你 新云太大体设备 涨比较多 但是追高风险会比较大 但是我站在一个 产业长期角度来看 那么多的ETF 我说实在中性上游半导体 这个是不错的 因为它连到很多国际上 很多重要的半导体个股 它没有配息 我纯粹是讲成长型的个股 来看一下中性上游半导体 它没有配息 但是 冲上去之后回党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然如果它的风险是在哪里 万一国际上股市不好 大盘也不好 它连那些股票又没有配息 当然会受影响 这也很正常 但是如果未来行情是多的话 我觉得这种的 就买的方向是对的 了解 就把整个的半导体 地位框买起来 对 地址定了去存都OK OK 好 还刚刚看到日月光 同时也是半导体租金 日月光头控 现行拉出来一下 外资现在回过头来买它 你觉得它 因为这根压力 其实有一点大 横盘有没有机会挑战前高 我觉得清明节连假过后 礼拜一 还要站回去 有没有看到 好不容易盘盘盘盘盘 这一根很漂亮 原本要突破 又一根又破底 所以已经两天了 多头要表态 对 清明节过后 如果你站不回去 基本上你就先退场观望一下 了解 因为技术面是弱的 是弱的可能要小心一点 好 所以外资原来今天在做的事情 叫做调整机器 把一些涨多的鸿海 把一些涨多的广达先卖掉 那鸿海外资卖掉 来 我们来看到鸿海 如果外资现在在调节鸿海 鸿海没被卖下来 所以鸿海在接下来 现在外资坑到181块钱 你怎么看 以及操作策略 今天鸿海没被它卖下来 是因为头薪有买 就土洋之间的对坐 对 把它撑住了 不过基本上我很简单 外资是外资的目标价 对 我顺便教他 以后看到这个 均线纠结放量突破突破 就是要大涨了 顺便教大家技术面 这很简单 五日均线一直都没有破 所以五日线只要不破的话 当然是可以留着 但是外资的目标价 你就参考就好了 每次讲都不见味道 对不对 所以它涨了超过五成 五六十%了 这边短线上会不会休息 只要一旦破的话 可能就要稍微保守一点 因为最近的价量都有人在背离 尽量不要去追高 一样的概念 一样AI伺服器 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下伪创 对啊 外资都买那么多了 所以当然不是除了它以外 你说有站到边的 可能像音乐达啦 技嘉 那我们就来看音乐达 因为音乐达今天外资也买 投信也买 土洋同买 但是我要先讲了 它就没有那么纯 不纯 当然啊 这个为什么我只列那几个 我列的都是最前面的几个 但是它股价 唯一的好处是它便宜 便宜 然后收链三角形增力 突破再说 没有突破的话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压力 我画出来 一旦突破就往上 万一跌破 收链三角形的下源 可能就会转落了 OK 好 这是今天 外资还有投信 甚至他们同买的操作个股 操作前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不过来讲到中刚 我们要连接到 接下来这个大主题 最近当然随着台北股市 持续的创高 还有ETF炒热的话题 所以台股开户的人数 越来越多 给大家一个概念 光是三月份 三月新开户的人数 一口气增加 快要达到十万人 过去以来 很少看到单月开户人数 这么的多 这其中我们特别拿出来谈的 后天是儿童节了 很多是爸爸妈妈 帮小孩子开户 因为儿童股名持续的标高 所以建成老师 帮我们下这个标 真有趣 叫做孝子孝女基金正夯 因为像我们这种爸妈 要帮小孩子做理财 要孝顺儿子孝顺女儿 所以会买一些相关的商品 我们统整一下 到底大人爸妈 帮小孩子理财 最长存股的十大标的 第一个大家都喜欢的 00878 0056 0050 前三名都是ETF 不要说前三名 前十名当中 一半都是ETF 其他很简单 金融股 中钢 还有台积电 好 建老师 帮我们见诊一下 这其实也是我帮我小孩子 存股的一个雏形 这样子成不成功 当然爸妈去选择 前十大标的物 不管是ETF也好 个股也好 都是安稳的 不是龙头 就是ETF 既然是存股 就是我一直强调过 ETF的东西 好东西 它只要是没有问题的 流动性也够的 连着高股息 当然就是定时定而买存股 你帮小孩存股 从他小时候开始 就帮他存股 到他大了 他念书 或者是一毕业 找工作 他就有一笔基金 他可以开始学习投资的东西 这是对的 所以这存股的模式 选择标的物 当然就是安全 你帮小孩 是为了留给小孩 又不能放营养定存 利率那么低 对不对 从这个长期 你看十年二十年 一个循环来看 基本上一个景气循环 考好几个 你可能的存股的低 价位可能低 但是一旦有股息 持续配之外 万一行情好 又有价差可以赚 好 到底帮小朋友 理财有哪些原则 我想这一次我们看到 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你也是啊 我也是啊 对 少子化嘛 孩子都是父母的宝 你一个我一个 对不对 我们都是这样的 十二岁以下 儿童开户人数 就高达27万人 等于说 十二岁以下 股民有27万人 那最近呢 有库存的余额人数 是20万人 就说里面有股票的 不要说只开户 有些可能没有股票 人均库存金额是37万 你看 十二岁以下 就有37万了 一个人一年的 搞不好很多上班族 一年的年薪之类的 对 儿童股民总库存金额成长 从2021年的 770亿攀升到今年2月的 109亿成长31% 幅度很大 当然行情好是有一个关系的 但是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爸爸妈妈 开始为女儿儿子 在做这些动作 当然换个角度 或许是 我帮你存钱 还是我的这样 也有可能避税 或各方面赠予给小孩 但是他标的 我跟大家讲过 ETF 产业龙头 金融股 那既然这些爸爸妈妈妈 帮这些小孩这么做 你也可以这么做 你也可以学到 因为他们是存股 相对安全的概念 我常常讲一个概念 很多人来问我 我不敢投资股票 到底有什么投资会比较好 我常跟我朋友讲 你把银行拿去 把你的钱 每个月领的钱 拿去存银行定存 你不如去买金融股 对不对 变现率也很高嘛 那股息 殖利率 各方面长期来看 可能都比较好 定时定而买嘛 风险性就比较低一点 好 这是原则 在操作上要把握哪一些的策略 好了 我想ETF 我一直强调强调 不要把它拿来当充 拿来做单比交易各方面 其实你风险很大 除非你看得很准 要定期定而买 优点在哪里 担心买在高点嘛 我还是强调就是 买定时定而买 就是一个金字塔模式嘛 长期定时定而买 以后你的成本会落在这里嘛 所以一个循环上去 基本上你有资本利得 利差的机会比较大 又有每年的股息 或每个月的股息 所以担心买在高点 就这种投资心态 而且买在都是平均成本 所以即便现在台股 已经两万点 叫做历史新高 但是你定期定而买 你还是有可能买在这里 当然 当然 你把时间拉长 五年 十年 你竟然是要长期投资的东西 我们不是要做一个短线的东西吗 1T的板就不是让你做短线的嘛 一直大家在说 一定要会涨 所以你说一定会涨的 都会买在平均成本 甚至更低一点 而且呢 这种做法是 我每个月让你扣嘛 时间到了就从我的户头扣走嘛 省时间 有几率嘛 逼着你自己去存钱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呢 定时定而买 ETF的东西是好事情 但是所有投资都有风险 ETF很红对不对 我告诉你风险在哪里 这个我要你慢慢地讲 因为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讲说 ETF适合什么样子的人投资 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有 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主题 告诉大家 你买ETF最差的状况 可能会怎么样 好 我想大概快十年前 之前ETF开始红了 以前只有0050 0.56嘛 开始发 我就去帮我的同事教育训练 我做了很多什么叫ETF东西 我把其中一块跟大家讲 其实ETF分很多 有原型的ETF 有两倍的ETF 有反向的ETF 有连商品期货的ETF 说实在的 跟股票有关系的 就是原型的ETF 两倍的 正二 反向的 或者是原物料的 它都是连期货 所以你不能拿来说 长期投资各方面 这不一样 所以正二 反向的 还有商品的 都是连期货 对 都是连期货 所以它的风险性 还有每个月的结算各方面 所以常常说不是涨吗 为什么我禁止没有办法跟上 都有很多的因素 我们讲的下大流行的 就是买的高股系的ETF 它是被动式的投资 但是呢 你被动的标的物在哪里 你追踪的指数 它跌的时候 你会不会跌 你的成分里面有台积电 台积电跌会不会影响 有广达跌会不会影响 所以被动式的投资风险是什么 就是你的标的物跌 追踪的指数跌 你就跟着跌了 不是说你想涨就涨 就算好了啊 大户主要想把你拱上去 就一定要禁止 折溢价的问题 等一下后面讲 所以一定会被砍下去嘛 所以被动式的投资就是 你要看你家的脸色 最终指数最终的个股 所以这不是比拳头的 不是说很多人去买 就把他弄上去 对对对不是这样 不是你想拉就拉的 还有流动性风险 当然现在ETF很多啦 我说实在前不久有个很认真的同业 债券ETF被动是原型 这个有台湾所发行的一堆 就列出来各方面的条件 但是有些真的每天成交量很少 万一很少流动性风险出现的时候怎么办 规模很小到很小的时候会被清算的 这就是你的风险 好所以规模太小的会被清算的 对对对 交易量太小的话 你要跑的也跑不掉 对对对对 流动性的风险 你自己要流动 还有市场的风险呢 就是说这常常发生在 可能我投资的是某个国家的 相关的股票 或者是某个商品期货 万一出现一些国际上的影响的时候 市场上如果说我投资黄金 黄金可能崩跌了 或者是铁矿沙相关的 或者是农产品气候的影响 这种市场发生的风险呢 也还蛮大的 所以投资相关的商品行情的时候 可能这一块要特别留意 另外一个追踪误差的风险 就是折一架的问题啦 你净值明明只有9块钱 你涨到10块钱 挂牌10块钱会不会跌 跌的压力就很大 对不对 就是说你涨太多了 净值只有9块钱 但是呢假设你净值10块钱 你只有9块钱 会不会有涨的空间 来 这是现货 现货就是每天的收盘价 然后这是净值 净值要去哪里看 每个家投信都会公布 每一家投信都会公布 对对对 现货跟净值之前先不要轻 它的联动关系是什么呢 好的我想如果说我的现货大于净值 现货的价格当然就会跌 当然以净值为一个基础 现货10块 然后净值只有9块 它就会往这边靠拢 对 会靠拢 当然相反的 如果说净值是10块 现在价格只有9块钱 价格会涨 当然就会涨 所以这个叫做溢价 这个叫做溢价 对 然后这个叫做折价 所以当它现货大于净值溢价的时候 不要追 要等它回到折价的时候 对 折价的时候通常 但是这种情况 通常会比较小一点点 对 会发生比较大的误差 就是说我们连接的ETF 是国外的 我们现货还没有开盘 结果第二天它你大涨或大跌 现货就会马上反应 会马上反应 另外就是讲这个市场上波动的风险 国外的ETF 连接的很多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刚刚我看中性半导体这种东西 它有些连国外的 它就没有涨跌幅限制 所以风险性你就要去考虑 而且交易时间不一样 你晚上交易 或者是亚洲里面 日本比我们早开盘 都会影响到 所以跟境外不一样 这个市场的波动风险 你都要去关照 所以像什么美国QQQ那种ETF 它就没有涨跌幅限制 很多东西没有涨跌幅限制 然后还有汇率的风险 假设你是国外的 台币扁升各方面都会影响 所以这些那么多的风险 不是投资都没有风险 这些你都要去考量 你选了那么多 比起很多ETF 你考量所有的下去之后 你选最好的几档 你就定时定而做 千万不要做单笔 我再告诉大家 我是没有把它列上去 ETF不会归零 但是会下市 它不会变零 但是到一定的规模 或价格往下跌的时候 会被清算掉 所以如果说我买的时候 是10块钱 然后它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 变2块钱搞不好就清算 变2块钱清算 就把剩下2块钱 对啊 你不会没有 还是会有 那就清算掉 所以不要以为买ETF 一直买 越跌越买 有一天一定会等到它 不一定 你要看什么 有些是商品 连期货 风险都很大 你不可以把期货的 连接的东西呢 我刚才讲 正向反向 正两倍反向 还有呢 连接商品的 拿来定时定的 就不对了 原型的ETF 或者是高股息的ETF 是可以这么做的 所以你自己要去考量一下 OK好 所以帮大家见解 就是我们那一张 爸妈帮小孩子存股的 十大标的 因为其中一半都是ETF 这些在操作上 刚刚那些原则 要把握下来 这几檔都很好 这几檔都很好 对 都是OK的 都是符合 我觉得可以成股的 因为规模也大 都是大头性发的 而且都是高股息 流动性没问题 流没问题 这个都是好股 只是说有些先涨很多了 可能就是定时定的 买会比较好 不要买单币 OK 好 去除掉了ETF 爸妈帮小朋友买 玉山金 开发金 中钢 台积电 跟台心金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 玉山金 开发金 台心金 都是比较低价的金融股 他没有去买一线 其实很多人也问我说 这些民营企业 这金控股 股价低 每年都赚钱 配得起也不会太差 有些有公布 有些还没有公布 或许呢 当然定时定的是OK的 但是呢 我可能更保随一点 假设是我要买 对 当然我现在 我已经26年 没有股票户头了 被限制嘛 那如果我要存股 我一定做什么事 我刚才讲的 我把钱哪去存银行的定存 不如去买他股票 我一定买官股 如果官股有问题 台湾应该也有问题 比如说谁 官股就讲 造工金 第一金 合固金 华南金 张银也算啦 这几个官股 每年都配息配股 然后我就定10个 每个月领钱 我买8存进去的 零股也可以 跟他们的概念都一样 只是说 我比较保守一点 官股应该比较不会有问题 这种概念 对 所以他们选这些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而且看玉山金好了 我们先看 它股价最高 特性能不能上去 今天跌下来 因为它配了高股息殖利率的概念 它拉上去 但我觉得存股 每次遇到这个 我难题就来了 本来只是存股 然后要赚它的殖利率 结果它从24块钱 本来涨到27块钱 我本来一年打算的殖利率 它已经涨过了 我在这边 要先把它卖掉 来回操作吗 还是就是耐止住性子 继续存 有两个模式 如果说我只是 我真的不是看那么短线 这个心中无股价 这是存股的一个很重要概念 第二个呢 我有教过一个方法 就是我待过基金的时候 跟大家讲 假设你存这张股票 存了一段时间 后来它股价大涨了 那我可能设定超过50%或30% 超过报酬已经差不多 我会卖掉一部分 或是全部都卖掉 我继续存股 继续存股 一样那么存股 存下来没关系 或者是我卖掉一半 其他好像照我的定时定的 继续扣 继续买 因为我是存股嘛 我只是把一些资本利率先落口袋 但落口袋之后呢 你还是要买别的东西啊 放银行帝什么干嘛 所以你可以这个差价先赚起来 再去找好的标的 对 可以这样做 因为毕竟会比较不偶一点点 但是你要设定 我可能赚了20% 我30% 我就先卖掉一些 好 所以卖掉的再去找低基期的 不要还是找这么高基期 也可以啊 当然当然 不然就是不要卖了 好 这是玉山金 然后开发金金跟台新金 台新金 来中钢 中钢的部分呢 我说产业基本面没有那么好 但是大家都很赖 毕竟它是一个景气循环股 它是台湾的最大的钢铁厂 好久没有看中钢了 因为真的景气 我给大家看 一开始铁矿砂价格跌渗 它在谷底 但是在谷底 就在谷底了嘛 它毕竟是最大的龙头老大哥 那钢铁景气 未来会不会好的一天 会嘛 它就是一个景气循环 可能短则三 快则三年一个循环 慢则五年 就是说过去你看 时间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看长一点 如果说看月线或周线图 你看这边 前几年这个钢铁骨 大循环 闷了那么久 一次好那么久之后 开始走下坡 走下坡 当然有可能闷很久 但是每年的 起码波动性没有很大 它每年还是赚一点钱 配的息给你 就当存股嘛 存股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赚股价 就是等到景气很好才有机会 所以最近来看 存股可以 但是你要赚它差价 就不要想了 台积电机器 已经这么高了 怎么存呢 应该都存零股吧 很多的目标 可能我不是看 我可能看长期 但是我会觉得说 台积电 我说实在也很高了啦 如果说哪一天不对劲了 能落袋也先落袋 换成ETF 帮你风险分散掉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很简单啦 什么时候转落 这一波就是那么强 这月线在这里 它就是没有破 月线没有跌破 基本上是OK 而且最近是高涨强势整理 会不会往上突破 我不知道 万一往下 你可能就要考虑了 我存很久的话 是不是我卖掉一些 我去换成ETF 定时定的风险性 帮我分散掉会比较安全 了解 好 谢谢建成老师 帮我们上这课请回座了 这个是这几年以来 小朋友 儿童股民持续增加 当然最主要还是爸妈 帮他们做这个儿童理财 在逻辑上 要不要稍微调整一下 ETF的操作策略 还有持有库存的操作策略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后来谈谈 昨天美国股市 怎么跌这么重呢 很多人说联准会 是不是被华尔街给绑架了 只要一有风吹草动 没有要降息了 这股市就跌给你看 美股如果不降息就捣蛋 那我手中的美债一直跌 怎么办 休息一下期展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